然後呢,把它改了幾個地方 我有把它用紅色的mark 把它mark起來 反正最後就看到是長這樣 反正前面不要有工作表起 OK,那你說老師那上面這個要不要改 這個沒事先不要改好了 因為這個工作表1 指的是我目前的這個工作表的名稱 那我叫工作表1 可是喔,這個如果你是要直接貼我的程式過去 你要先確定一件事 就是你的那個來源的那個工作表 是不是叫這個名稱 如果不是的話 那你可能要改成你那個工作表的工作名稱 不然的話會有bug OK,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你說老師那是不是可以像剛剛這個 一樣的做法我把它delete掉 可以delete掉嗎 當然不行,為什麼?因為它跨工作表 所以,那你說老師那為什麼它 這個地方不需要工作表名稱 卻可以work 道理很簡單 因為你現在已經add add之後的話呢 它是跳到那個工作表 已經跳過去了 而不是在這邊 所以它是兩個工作表 所以特別注意喔 我把這個run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我們一樣啦 如果你不太清楚按F8吧 續著點add有沒有 它會怎麼樣 當你add這個動作出現的時候 它就會新增一個新的工作表 並且幫你把它放到前面喔 那你說原來在哪裡? 原來在這邊啦 它是另外一個工作表 所以特別注意喔 也就是說啦 你這個是另外一個工作表 所以一定要加 那你這個的話是因為 在這個工作表的A3 所以不加沒關係 OK,大概是這樣嘛 那其他還有哪些地方要特別注意的呢 就是各位注意一下喔 這邊有一個叫什麼version 痘點version等於6的話 那可能要特別小心 如果你假設在這邊電腦做完之後 你如果把這個檔案存檔拿回家之後喔 可能會這一行還是出現bug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電腦喔 假如你的版本跟這邊的版本不一樣的話 那它就會出錯 為什麼? 因為這邊有規定 你的version指的是版本 一定要是冒號等於6 那為什麼是冒號等於6啦 其實我不太... 因為常常會出現冒號等於7 冒號等於8 那但是至於說這個版本是哪個版本喔 其實我不太確定啦 OK 那如果假設啦 你想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不要管 到底哪個版本才可以用的話 那有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 拆拆看 怎麼做 對 把它刪掉就好了 OK 所以喔 你如果假設不管 哪個版本 都可以用的話 那記得喔 你就把 豆號version等於6 delete掉 然後呢 記得底下還有個 defaultversion等於6 對 也要delete掉 因為如果你沒有delete掉的話 它會限制 必須要跟目前用的版本一模一樣 才可以run 因為同學會問說 老師你的版本 我們這邊版本多少啦 這邊有啦 就2016沒錯啦 那些標準版都2016 但是看起來好像不太像2016 因為它版本其實有點去 我以為功能都沒有 對齁 那為什麼 電腦的話 它怎麼 這個是標準版 另外的話 我們一定要用的是365 或是 它的另外一個專業版的話 它其實功能 就會跟這個不一樣 對 因為現在微軟喔 它現在分了兩種授權 一種是office的原來授權 就是買斷的 反正我賣你多少錢 可能一個版權 假設兩萬塊 那我就賣兩萬塊 那以後的話 你就這個版權 你就不用再付錢了 那另外有一種叫做 Microsoft 365 那365的話 就是要訂閱制的 所謂訂閱制就是說 365的話 就是365天之後 再付一次錢的意思 所以叫Microsoft 365 應該不一定 不是這個意思 我亂講的 只是比較好記吧 Microsoft 365 365天付一次錢 也蠻好記的 那它之前的名稱 叫做office365 它後來改名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樣改 原來叫office365 現在改名叫Microsoft 365 那其實指的是一樣的東西 OK 所以如果你有365的話 表示你是訂閱的 就是每年都要付的錢 那你如果訂閱的那個版本 好處是說 它可以不斷更新 所以如果它有最新功能 你就直接可以upgrade上去了 所以如果你 我們這邊假設是用那個 Microsoft 365的話 那其實你會看到 你在公式裡面 就會有一個叫Python的東西了 這邊就不會是名稱官員 而且是什麼 就是有一個Python 就是那個程式語言 也可以直接拿來這邊寫 好 那所以剛剛的部分 就是version這個把它砍掉 所以我剛剛 這個地方不要動 那這邊的話呢 version 就是這個 這個游標 將來 書籍分析表 好像都從A3開始 可是你說老師我不要A3 我要A1 可以啊 你就把它改成什麼 R1 C1 OK 就是A1 可是你說老師 這個實在看起來 有點不太習慣 這樣的敘述方法 如果要比較簡單的話 跟各位講 其實你可以改成什麼 改成rangeA 所以你不要寫這樣 你可以改另外一個方法 改成什麼 改成range rangeA3可不可以 其實是可以的 也就是說如果假設 你說老師我看不習慣那樣的寫法 那我把它改成這樣的寫法 各位 OK哦 是沒有問題的 也就是你剛剛那個寫法 你可以改成rangeA3 甚至跟各位講 其實如果你假設 你要寫得更簡單的話 其實在VBA 有支援一個更精進的寫法 就是直接寫這樣子 中瓜5 中瓜5A3 這樣也OK 這樣也是指什麼 指A3儲存格 所以可以至少三種 還記得 雙名號R3C1 另外一種是rangeA3 那其實哪一種比較簡單 一般我習慣 這個最簡單的 為什麼 因為中瓜5A3裡面放一個 儲存格的位置比較好了 這樣哦 那我們來試一下 OK 按F8 有沒有發現過了 有沒有 所以以後 如果假設 我是比較喜歡這樣的寫法 為什麼 你看這樣的寫法 真的很簡單 你不用打range 其實這樣的寫法 就等於rangeA3 是一樣的意思 那有什麼差別 你說老師 那以後是不是到時候 可以寫這樣子 當然有無妨 不過 根據我看了蠻多書裡面寫 它有一個缺點 因為它是指向位置 所以將來可能會有一個轉換的過程 會影響執行效率 那至於效率會差多少 這個除非你要執行非常大的一個 這個位置 不然的話可能應該沒什麼差別啦 暫時沒什麼差別 OK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把拖拉到尺 有沒有 然後再拖拉到裂 然後再隱藏 這個應該沒問題啦 不過我剛剛有提到 就是說如果把這兩個顛倒有沒有 先拖拉到裂 再拖到尺 你們可以試試看 我發現喔 如果假設 這兩個真的顛倒的話 其實程式一樣可以跑 但是結果 就會不一樣 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這個有了 但是你會發現喔 它這邊有個 Data Fill 它就把它蓋掉了 有沒有 你的列就不見了 那至於這個要怎麼改啦 這個我試很多方法 但沒招 所以呢 目前喔 乾脆直接跟你們講 你就錄製的時候 就是先直再列 不要 像我們平常做 是先列再直 這個可能再看看有沒有什麼方式吧 OK 然後底下這個就沒辦法 所以啦 記得還是一樣 先直再列啦 不然的話這個一定會有bug的 就是照剛剛的方式 然後 最後的話呢 請各位 一般的習慣喔 會把這個工作表名稱 更改成叫 歷年切掉折線圖 因為目前要工作表實的話 這樣看起來好像比較沒辦法辨識 所以呢 一般我習慣我把它刪掉一下 一般我的習慣喔 會在那個什麼 當它Add工作表之後 然後 同時做什麼 更改 那個工作表的 那個 功能名稱 所以 我的習慣會在這邊 Add加一個 叫Active Active 是目前 使用當中的工作表 叫Active Shoot 有沒有 Active 然後 Shoot 不用加S 那因為Add之後會跳過去嘛 跳過去的話 就是那個工作表的名稱 點列 那你把它改一下 叫 歷年切到折線圖 切 好這樣 好那有什麼改變呢 我們來看一下 F8好了 Add之後對不對 那Add之後 你會發現它跳過來了 所以 Add之後呢 它會新增一個 新的工作表 在這邊 那 這一個工作表就是 Active Shoot OK 它的名稱 叫做這一個 所以如果你執行這一行的話 它會把它的名稱 改成叫 歷年切到折線圖 然後把它執行之後 誒有沒有 這個表就有了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再延伸 把那個圖給畫出來 有沒有 那如果我想是 希望把它放在 D2到M好了 大概就放在這個位置好了 誒那該怎麼做 待會我們再來看 那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